马太福音十八章 当时,门徒进前来,问耶稣说,天国里谁是最大的? 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,使他站在他们当中,说,我实在告诉你们,你们若不回转,变成小孩子的样式,断不得进天国。 所以,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,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,就是接待我。 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,倒不如把大魔石拴在这人的景象上,沉在深海里。 这世界有祸了,因为江人半岛,半岛人的事是免不了的,但那半岛人的有祸了。 倘若你一只手,或是一只脚,叫你跌倒,就砍下来丢掉。 你却一只手,或是一只脚,进入永生,强如有两手两脚,被丢在永火里。 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,就把它弯出来丢掉。 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,强如有两只眼,被丢在地狱的火里。 你们要小心,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。 我告诉你们,他们的使者在天上,常见我天父的面。 人子来,为要拯救失丧的人。 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,一只走迷了路,你们的意思如何? 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,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? 若是找着了,我实在告诉你们,他为这一只羊欢喜,比威娜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。 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,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。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,你就去,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,指出他的错来。 他若听你,你便得了你的弟兄。 他若不听,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,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座见证,句句都可定准。 若是不听他们,就告诉教会,若是不听教会,就看他像外邦人和顺利一样。 我实在告诉你们,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,在天上也要捆绑,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,在天上也要释放。 我又告诉你们,若是你们中间,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,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 因为无论在哪里,有两三个人奉我的明聚会,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 我们今天会看的经文是取自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一到第二十节,相当长的一段经文。 我给它起名叫做建立天国。 耶稣他到了该撒利亚的菲利比,在这个外邦人的地方,他向门徒彰显他自己。 他就问门徒说,人说我是谁,彼得就说你是永生神上帝的儿子。 耶稣他承认了自己的身份,而且他直接向门徒表明,他就是犹太人所等候的基督。 门徒已经看到了耶稣的身份,加上他向门徒说明,他是基督,他是神的儿子,但是他即将要受害受难。 讲完以后,他就要求门徒,如果你要跟从他的话,门徒也要一样预备好自己,把十字架背上。 在那个年代背十字架就是你要预备去死的缘故了。 耶稣后来就登到了山上去,带了彼得、雅各跟约翰三个人上到山上。 耶稣就正在祷告的时候,他的整个身体发光就登山变像。 他就是基督,他就是神的儿子。 现在他直接给他们看他自己最荣美的那一面,整个山头就发光。 门徒看见了以后,他们就非常的惊慌。 当然我们也知道,耶稣的登山变像,他并不是要给门徒看,他是会发亮的耶稣。 不是这个原因的。 马太他在后面就有记录了。 其实登山变像的整个目的就是要告诉门徒,耶稣的使命就是要来为世人付上他的生命代价。 耶稣给他们看,他就是上帝的儿子,他有这个能力,他的目的就是他要来死了。 所以你去看马太福音11节到13节,他就说呢,他说,在以利亚固然先来,是在复兴万事。 只是我告诉你们,以利亚已经来了,人却不认识他,然后任意带他,人子也要这样受他们的害。 其实就是犹太人,他们在马拉基书,他们知道,当弥赛亚要来之前呢,马拉基有预言说,以利亚会来。 耶稣就指着施洗的约翰讲,他就是那个叫来的以利亚。 然后呢,以利亚来了以后,结果发生什么事情,施洗约翰就被砍头了。 耶稣讲,你看,上帝的使者,上帝的先知,来到你们当中,你们把他砍头。 所以人就任意带他,耶稣讲,我也是这样,我死定了的。 门徒他们是懂非懂,他们后来也不敢再问耶稣关于他受死的情况。 耶稣后来又再预言多两次,耶稣一共预言三次他的受死。 门徒后来也不敢再多问,因为对犹太人而言,他们的弥赛亚是君王, 他们的弥赛亚是将军,是打胜仗的,会带领他们推翻政府, 然后他们建立他们新的国度。 他们的弥赛亚好像以前的大卫王,好像所罗门这样。 这个时候耶稣讲,他要来死,他们不能接受。 耶稣下山以后,那九个门徒就搞出大事来了。 他们赶鬼赶不出,结果就跟文士吵架。 耶稣就讲,你们这些门徒就是没有信心。 耶稣就医治了那个孩子。 门徒后来就在我们房间里面就问耶稣,为什么我们赶鬼赶不出? 耶稣说,你们没有祷告,你们没有信心。 这里就可以看得到门徒虽然跟着耶稣看过神迹, 其实他们真正认识耶稣吗?他们真正不太认识的。 过后耶稣第二次在预言,讲到自己的受难跟复活。 这时门徒不敢讲话了。 17章的最后一段讲到耶稣就在加百农的时候, 有兵丁就来找彼得。 就跟彼得讲说,你的老师不交税吗? 然后耶稣就问彼得,他说, 君王,世界上的君王要来纳税。 他跟外人收税,还是跟自己的儿子收税呢? 彼得讲,当然是跟外人,自己的儿子拿你要给税。 耶稣说,对啊,这个兵丁来收的税,刚好就是收圣殿的税。 耶稣是圣殿的主人,他的父的家。 耶稣讲,我是儿子,我其实可以不用给税的。 过后耶稣讲,不过我们不要绊倒他们,我们还是去给钱好了。 耶稣没有钱,怎么办? 他就叫彼得去钓鱼,结果彼得就钓了一条鱼上来, 刚好嘴巴有一个银币,刚好是两个人的税。 耶稣就用那条鱼,嘴巴里面的金币去还了。 16章一开始,耶稣因为避难,他跑到了该撒利亚的菲律比。 过后耶稣承认他就是神的儿子。 之后耶稣预言他要受害。 之后耶稣也跟门徒讲,你们必须要背十字架跟从他。 17章我们也看到耶稣在山上登山变像。 然后耶稣讲,人会任意带我。 加上耶稣治好了那被鬼附的儿子。 然后耶稣也说,门徒没有信心。 耶稣也预言自己将会受害。 过后耶稣纳丁碎。 其实那个事情是要告诉我们耶稣是神的儿子。 耶稣是圣殿的主,耶稣本来可以不用给税的。 不过因为不要去得罪人,耶稣还是叫彼得去钓鱼。 耶稣他是基督,耶稣他要受害。 而且门徒你要跟随。 门徒即将要跟随耶稣的脚步,也就是即将要受苦。 所以十八章第一节,他说什么呢? 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,天国里谁是最大的? 弟兄姐妹,我问你,天国里面最大的是谁? 门徒跟耶稣谁最大? 这个问题还要问的吗?不用问的嘛,对不对? 到底门徒问耶稣这个目的是什么? 弟兄姐妹,我们去看第四节耶稣的回答,大概就可以知道。 第四节耶稣说,所以就是他的答案。 凡自己谦卑,像小孩子的,他在天国里面就是最大的。 所以表示说,他们这般的门徒就是不谦卑。 他们这般的门徒就是自高自大。 所以耶稣讲,如果你们要做最大,你们就要谦卑。 路加福音那边就有讲了,其实他们在当中就在争吵。 他们当中要做谁要做大,谁要做小。 门徒已经在吵了,因为耶稣迈向耶路撒冷,耶稣要到耶路撒冷去做王了。 他们先要谈好,到底谁在左边,谁在右边。 到底谁做财政部长,谁做交通部长,谁做内政部长,全部要谈的。 如果不谈好,等一下去到那边,万一打起来,赢了的话, 那个时候每个人都想要做宰相。 他们已经在那边在谈这个问题。 耶稣就讲,你们这般门徒永远不明白上帝的心意。 我才跟你讲,你们要受苦,现在你们就讲荣华富贵了。 耶稣就直接针对门徒的高傲的心态,去解决他们的问题。 耶稣说,现在我要建立天国。 天国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高高在上,有荣华富贵,有想不尽的财富。 耶稣跟他讲说,你要背十字架,我前面才跟你讲, 你后面你们这般人就在那边吵架了。 耶稣讲,我实在告诉你们,你们若不回转,变成小孩子的样式, 断不能进天国。 耶稣就跟他讲说,你们要变成小孩子。 弟兄姐妹,我们先来看这个字。 回转这个字在原文里面,它是一个被动语句。 什么叫做被动语句呢?就是它不是主动发生的,它不会自己发生的。 它是有一些特别的因素发生了以后,导致你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了。 所以被动语句出来的时候,我们就看,它的意思叫做转身,转过来。 比如说,我向前走,你拍我的肩膀,我转过来。 这个叫做回转,是因为你拍我的肩膀,所以我转过来。 或者今天我往前走,突然间外边下大雨,我往回走。 因为有一个被动的原因。 如果你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,它的意思就是讲说,身体转过来,方向转变了。 所以在圣经里面用了,它就讲说,保罗他帮实施传福音给犹太人。 但是犹太人不接受,保罗就讲,我们要转向外邦人去了。 第二种,它的用法就是,内心的转向,改变或者是转换。 比如说,在圣经里面,约翰福音他就讲了,主叫他们下了眼,硬了心,免得他们眼睛看见,心里明白,回转过来,我就医治他。 第一,就是他被动的,他回转。 第二,就是内心要回转了。 耶稣讲,这个时候人要变成小孩子的模式呢? 因为门徒刚才在争什么? 谁要做大,谁要做小嘛,对不对? 你要做大事吗?耶稣讲。 好,我告诉你,你转回来,回到去做小孩子。 到底什么叫做回转做小孩子? 弟兄姐妹,我看很多牧者他解这一段的时候,他讲回转做小孩子的时候, 大概就是跟我们讲,我们要好像小孩子这样存真,对不对? 基督徒,你要存洁,你要像小孩子这样单纯。 你对上帝的爱心,好像小孩子这样单纯地仰望他,你做得到吗? 你三岁的时候,你做得到啦。 三岁的时候,你肚子饿你就哭嘛。 你肚子饿你就哭,你就要吃嘛,妈妈就给你吃。 可是你三十岁,你肚子饿还哭啊? 你不会了的吗? 你的脑袋里面很多东西,你知道东西在想。 他不是叫你转回去变小孩子,对不对? 不是这个意思,耶稣说你要降悲到小孩子的部分。 因为这一个字他的回转,它是从高到低。 他不是告诉你今天大人变成小孩子, 这样今天我们每个人去买一条尿布回来, 我们每个礼拜就这样做小孩子,不是更好吗? 弟兄姐妹,马太福音里面他用这段经文的时候, 他都是在指那个baby小孩子,baby小孩子,baby小孩子。 单单只有十八章这一段,他是跟你讲说, 耶稣叫一个小孩子站在他们中间,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,你们若不回转,变成小孩子的模式。 耶稣没有叫你变成小孩子,耶稣叫你变成小孩子的模式。 表示说你不是真正的变成了baby, 你是回转,降悲到孩子的部分去。 这个才是耶稣要讲的。 这一个小孩子他的用法又怎么用呢? 我们来看。 马太的用法很简单,很直接, 他用了全部我们去找来看的话, 第一就是指婴孩,baby。 第二就是小孩子,小孩子有几个方面。 一个方面就是他真的很小,所以叫小孩子。 第二方面就是爸爸,大人叫小孩子。 所以今天我叫这些的青年人,我就叫你们这些小孩子。 可是老年人看到我,他就讲我这个牧师是小孩子, 大概是这个意思,他的意思就是大小的分别。 另外呢,他是指上帝的儿女。 这个是指身份的改变,神任你做他的儿子。 这是神的种子们。 犹太人,他们称他们为他们是神的儿子们。 这里是讲说你是属于神的儿子。 另外一方面呢,就是当他这些的呼召的人有一些亲密的关系, 好像亲戚这样,他也叫你做小孩子。 最典型的就是在约翰福音,当耶稣的救恩完毕以后, 他复活不是后来跑到湖边去找门徒, 在他们去打鱼吗? 耶稣呼唤他们的时候,耶稣叫他什么? 耶稣说,小子,你们有吃的没有? 就是表示说,今天耶稣呼唤他们, 就是把他们当成是自己人, 把他们当成是他的小子。 他讲小孩子,小子们有没有的吃。 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。 这里是表示说,门徒的身份的改变, 门徒的关系的改变。 回转向小孩子,其实就是告诉你, 你要谦卑的向小孩子这样。 为什么要谦卑的向小孩子呢? 因为刚才他们在吵,谁做大,谁做小吗? 没有一个人要做小的。 耶稣说,你今天要在我的国度里面, 你要进天国,你首先要做到的就是, 你必须要谦卑。 谦卑到什么地步? 像小孩子一样。 为什么拿小孩子来做谦卑的最低的底线? 在当时,因为犹太人看小孩子, 是最低没有权,没有人权的。 所以小孩子在当时, 他们是不受法律的管制。 犹太人在13岁01天, 他们成为律法之子, 那个时候就不同了, 他们是成人, 他们要为自己的责任负责。 可是13岁之前, 犹太人, 他们那个小孩子呢, 他们做错事的话呢, 大人都会原谅他们, 大人都会接纳他们。 耶稣说, 你今天要降卑到一个地步, 是退到降, 不是叫你变回小孩子这样幼稚, 而是告诉你今天本来要做官, 本来要做老大。 不是的耶稣说, 退下来做小孩子。 这里不是告诉我们, 以后在天上的天国里面全部都是baby, 退回小孩子的模式呢, 就是要你回转, 不要再争最大的, 反而去做最小的。 这里不是告诉我们, 回到去只是服事小孩子, 而是告诉你今天, 你把自己的身份拉到最低的时候, 你才看到最低的人。 如果你是一个坐在高位的话, 你看得到小孩子吗? 你看得到, 但是你不屑一顾, 你觉得他们这些小孩子就是这样子, 他们做什么你不在乎的。 可是如果是同辈的话, 你问这些年轻人, 他们就知道了, 他们就会谈, 他们就会玩, 他们就会讲话, 为什么? 因为他们的level就是小孩子的level。 今天耶稣跟你讲说, 你要服事人, 你今天要进神的国, 如果你的眼界放这么高, 你就不能够看到下面的人。 如果你看不到下面的人, 你怎么看得到我呢? 耶稣的意思就是这样的意思。 为什么你看不到耶稣呢? 因为耶稣是最底的那一个, 耶稣是最低最低那个, 如果你看不到我, 耶稣讲, 你怎么服事我呢? 如果你不认识我, 你怎么样在天国里面呢? 所以你要做什么? 你要把自己的眼界, 你的观念放到最低的那个level, 你才可以看到, 原来耶稣是在最底下。 他这里就告诉你们, 凡自己谦卑像小孩子的, 他在天国里面就最大, 因为他看到了主, 凡为我的名, 接待像这个小孩子, 就是接待我。 为什么呢? 因为耶稣是在最低的吗? 第一个, 凡自己谦卑。 《非力比书》第二章五到八节, 保罗讲, 你当以基督的心为心, 他本有神的形象,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。 反倒虚己, 取了奴仆的形象, 既成了人的样式, 有了人的样式, 就自己卑微, 存心顺服, 以至于死, 且死在十字架上。 耶稣不只成了小孩子, 耶稣成了罪犯死在十字架上, 那个可咒诅的那一个, 挂在木头上, 耶稣他低到降低。 耶稣讲, 如果你自己不谦卑, 你自己不低下, 你怎么会服侍到我呢? 耶稣讲, 凡为我的名, 接待像一个小孩子的, 你就是接待我。 这一句话到二十五章的时候, 耶稣又重复多一次, 他讲, 人子从天上降临的时候, 他第二次再来, 荣耀的降临的时候, 耶稣讲什么? 耶稣说, 你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, 就是坐在我的身上。 换句话说, 今天你要在天国里面, 你要维持天国的位置的话, 你要记得你要低下, 甚至你要服侍, 一直到几时呢? 到耶稣再来。 耶稣说, 第一, 作为一个天国的子民, 你要在天国里面是吗? 第一, 你要自我卑微, 乃是把你的眼界先放低。 眼界放在应该要做的事情, 就是最卑微的人, 你要去服侍他。 耶稣要你去服侍落小。 耶稣讲, 这些落小就是我。 看那一些真正明白上帝的心意的, 比如说, 我们的德兰修女, 他跑到印度贫民库里面的这些的印度人, 差不多要死了, 他跑去照顾他们, 给他们一丝的温暖。 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做? 因为他讲, 我坐在他的身上, 就是坐在我的主的身上。 他看每一个穷人都是耶稣, 所以他就努力地去做。 今天在天国里面就是这个样子, 卑微不是我们苦行生, 我们自己得苦自己。 卑微是为了要服侍落小。 耶稣讲, 凡为我的名, 借贷一个像这个小孩子的, 就是借贷我。 今天很多基督徒, 他讲我们要属灵, 我们要更高更大, 结果我们都是在找一些东西, 是让我们自己自我修炼, 我们要修仙, 躲在山洞里面。 今天基督徒也是这样吗? 灵修祷告, 不停地祷告, 不停地唱歌, 那就好了。 耶稣讲, sorry, 如果没有坐在人家的身上, 不算。 那怎么办呢? 找一个比你更弱小的, 从他开始做。 卑微的目的, 其实就是要服侍。 你要进天国, 如果你不变成小孩子, 你的眼目不看到的话, 你进不到天国。 为什么? 因为天国里面每个都是这样小的, 大家进到天国, 因为大家就是卑微的进去。 所以他在天国里面是最大的。 讲完以后, 我们就看, 其实在十一章的时候, 耶稣就讲这个小孩子。 弟兄姐妹, 这个小孩子不只是卑微, 耶稣也讲了一个东西, 是在十一章的时候就已经讲了。 他说, 父啊, 天地的主, 我感谢你。 因为你像这些事, 像通达人, 你就隐藏起来, 像婴孩, 你就显出来了。 今天真正卑微的人, 就真正明白上帝的心意, 但是为什么这些通达跟聪明人不明白呢? 通达跟聪明人那段经文是在指法利赛人, 他们很高, 很上面, 他们看不到。 今天有些人讲, 我服侍上帝, 可是我在位置上, 我看不到真正要服侍的人, 我就看我自己的位置。 耶稣讲这些的人, 他们不明白上帝的心意, 门徒就是这个样子。 门徒跟着耶稣, 门徒以为自己lag你气了, 八倍了, 哎呀, 跟着耶稣, 你看我的主, 多么厉害, 五饼二鱼未保五千人, 你看耶稣水面上行走, 耶稣平息风浪, 我们都看过, 每个人都这样想, 我们何写了, 赢了, 赶快, 谁坐左边, 谁坐右边, 谁坐教育部长, 谁坐禅政部长, 耶稣讲, 不是, 天国不是这个样子的。 弟兄姐妹, 如果你真正把焦点放低的话, 你就明白上帝的美意。 耶稣也讲, 凡妇人所生的, 没有一个星期来高过施洗的约翰, 然而在天国里面最小的比他还大, 他会见证更大的东西, 施洗约翰呢, 他是妇人所生的, 是最大的, 为什么? 因为他是那个先知, 不只是可以看到耶稣, 他还服侍耶稣, 他还为耶稣洗礼, 施洗约翰是比全部的先知更伟大, 因为其他的先知只能够预言耶稣, 他们讲有一个弥赛亚来, 施洗约翰是亲眼看到, 亲手摸过的, 但是施洗约翰很可惜的, 他没有机会看到神国的降临, 因为他还没有在神国降临就被砍头了, 施洗约翰他没有机会看到神国扩张, 今天你跟我是比早期的使徒更加的幸福, 因为我们看得到全世界有基督教, 使徒们只看到罗马帝国而已, 到了今天两千多年, 全世界散播了, 今天我们看得更大的事情, 谦卑的服侍你就看到神国的扩张, 谦卑的服侍你就明白上帝的心意, 这就是天国的服侍嘛, 天国是什么? 天国就是基督的身体嘛, 就是教会咯, 今天你要谦卑的, 接待最小的那个开始, 因为耶稣所接待他, 就是接待我, 我们就进入第二个部分了, 耶稣说第一个你要进天国是吗? 谦卑自己, 第二, 你的服侍的对象是谁呢? 耶稣说, 信我的一个小孩子, 他讲哪? 你现在知道了, 要服侍这个小孩子是吗? 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, 倒不如把大魔石拴在他的景象, 丢到深海里面去, 第一, 我们服侍就是要谦卑自己, 自己先降卑, 降卑以后我们开始服侍, 服侍谁? 服侍最小, 最卑微的那个, 当你服侍最卑微那个的时候呢, 耶稣就警告你, 你要小心啊, 你不要以为你正在讲说, 我就是服侍小的, 你就随便做, 耶稣讲, 我跟你讲, 如果你让我这个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, 你就够力了, 跌倒, 那个字其实就是半岛, 什么叫做半岛呢? 你走路, 走路, 走路, 然后他就伸脚出来, 看你的脚, 你就跌倒, 这个叫做半岛, 我们讲叫做半脚石嘛, 对不对? 路上有个石头突出来, 耶稣讲, 如果你的服侍是半岛人的话呢, 你就有祸了, 你这种人死了更好, 大概是这个意思啦, 半岛的意思是什么? 新一本的翻译就讲了, 他讲, 这个世界有祸了, 因为充满了死人犯罪的事, 这些事是免不了的, 但死人犯罪的有祸了, 原来耶稣讲, 你今天服侍人, 你服侍人的时候你要小心, 你不要使你服侍的对象犯罪, 他会怎么样犯罪呢? 因为你犯罪, 所以他犯罪嘛, 他跟着你去, 吕正宗一本他就讲了, 因了半叠的事呢, 世界有祸了, 半叠的事是不能不来的, 这个世界是有罪的, 是肯定的, 但是半叠是由他而来的, 那个人就有祸了, 那个人服侍他, 让这一个小子跌倒, 你就有祸了, 如果你让他跌倒, 你的下场是什么呢? 耶稣就讲说, 这样子的话, 如果你的服侍是让人家犯罪的话, 把那个磨石绑在井像, 丢到海里面去, 好吗? 如果磨石丢在海里面是什么意思呢? 磨石就是当时是这样子, 犹太人他们的磨石是这样大块的, 如果这个绑在你的井像丢到海里面, 你还有机会活吗? 没有咯, 耶稣的意思是什么? 你死了更好咯, 大概是这个意思啦, 因为你绊倒人嘛, 人家好不容易才信主, 结果你就犯罪让他跌倒, 你就讲说, 主啊, 要不要这样认真, 耶稣很认真哦, 如果你的一个手, 一个脚在你跌倒, 砍下来, 你一个手少了, 进去永生好过两个手下地狱, 如果你眼睛犯罪就挖出来, 你一个眼睛进永生好过两个眼睛进地狱的火, 地狱的火是什么呢? 其实地狱当时是在耶路撒冷的, 你说有吗? 是有, 其实在耶路撒冷城墙外面有个地方叫做心嫩之谷, 这个地方就是整个耶路撒冷城的垃圾堆, 他们就把全部的垃圾丢到这个心嫩之谷, 因为这个地方以前在旧约是拜偶像的, 他是拜巴黎的, 这个地方是被咒诅的, 因为垃圾很多, 他就把全部的垃圾丢在那边点火去烧, 火是每天这样烧, 烧不完, 因为垃圾很多, 结果虫就很多, 所以圣经不是讲, 地狱里面的火是永远不灭, 虫是永远不死的, 耶稣讲的时候, 门头就明白了, 耶稣讲, 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啊? 哦, 弄倒一两个, 没有关系啦, 耶稣讲, 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啊? 你现在哪一块磨石或跳海啦? 耶稣讲, 你们要小心啊, 你们不要小看这个小孩子啊, 他信主不比你久, 可是我跟你讲, 他的使者常见我的天父, 这个观念是犹太人的观念, 你还记得雅各的天梯吗? 雅各不是睡觉有一个天梯跑出来? 那个天使又上去又下来为什么? 他坐电梯上去又坐电梯下来为什么? 就是每天把你的祷告, 坐电梯上去给上帝, 坐了他就下来, 上去下来, 上去下来, 是这个意思, 耶稣在约翰福音, 在第一章约翰福音他就讲了, 你将会看到天跟地, 人跟神打通了, 因为耶稣的身体就是那个天梯, 你的祷告不需要再靠天使了, 你是靠什么? 耶稣的身体, 就是你祷告奉耶稣的名, 直接到上帝那边去了, 这个就是犹太人的观念, 那个天使会上去又下来, 耶稣讲, 你不要小看他们哦, 他们刚刚信主, 你讲说, 你不在意, 他的使者常常见上帝, 如果他的使者常常见上帝, 你又阳他的话, 你的下场是什么? 耶稣就拿那个石膜给你, 跳海了, 大概是这个意思, 上帝都知道, 他不只知道你的坏事, 上帝也知道你坐在人家身上的坏事, 不要开玩笑, 服事好好来, 他是跟门徒这样讲, 耶稣讲了, 如果人有一百只羊不见了一只, 你的意见怎样? 如果今天你的羊跑掉了怎样? 怎样? 你的车不见了一辆, 你会怎样? 早上起来, 摩托不见了一辆, 你已经去找的嘛, 所以你要去找的时候, 耶稣讲, 对咯, 上帝也是这样吗? 找是迷洋, 是上帝的心意来的, 他找到了, 他很高兴的, 他比那99只不用找还高兴, 因为他找到了嘛, 对不对? 还记得吗? 你们出门的时候, 找不到所时, 很紧张, 对不对? 又不能开门, 找不到电话, 还记得吗? 找到那一刻, 哇, 很高兴, 还记得, 他本来是你的, 突然就不见了, 找到, 耶稣讲什么? 他讲, 你的天上的父也是这样, 不愿意这个小子失去一个, 天上的父不愿意小子失去一个, 你还搞他, 你还让他跌倒犯罪的话, 耶稣就拿了个石头给你, 来, 跳海, 你要怎么样接待这个孩子, 你谦卑以后, 第一, 你不要让他犯罪啊, 因为上帝会追讨你的责任, 第二, 如果你真的这样做的话呢, 你就只有灭亡了, 第二, 你还讲说, 不要轻看他, 因为神知道他的事, 因为神要救他, 讲完这个, 今天就进到我们今天最高潮的地方, 就是教会常常在谈的, 我们要怎么样处理, 信徒犯罪的问题,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, 你就去, 趁着跟他在一起的时候, 指出他的错来, 他要听你, 你就得了这个弟兄, 他不听, 就带一两个人去, 凭这两三个人口做见证, 句句可以定准, 如果不听, 你就告诉教会, 如果还是不听教会, 就把他当外帮人跟税吏, 一般我们怎么样处理这一段呢, 执行我们的教会几率, 如果他犯罪, 我们就知道了, 第一个, 当信徒犯罪的时候, 找他对治, 你错, 悔改啊弟兄, 他不听, 好不听, 带多几个人去骂他, 悔改啊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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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听, 好不用紧, 我带整个教会去骂他, OK, 再不听教会开会了, 开会决定了说, 好我们决定了, 那个弟兄很坏, 我们替他走, 开始的时候, 停他的事奉, 不给他上台, 过后停他的生产, 产了, 最后呢, 把他除名开除出去, 因为把他当成外邦人的税吏吗, 是不是这样子, 弟兄姐妹, 如果是这样的话, 弟兄姐妹, 上帝看中每一个信主的小子, 上帝是不是看中每一个信主的小子, 对不对, 上帝看中的话, 今天你还把他剃掉, 你就等于跟这个人一样咯, 你就是康塔吉的那一个咯, 所以你是康塔吉的那一个咯, 你就是那个, 等着那个石头给你的跳海咯, 所以弟兄姐妹, 明白吗, 明白咯, 你要说这样怎么办, 所以我们来看,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, 你就去, 趁只有他跟你一出的时候, 指出他的错来, 听你就得了这个弟兄, 第一步, 这个是个人恩怨, 他得罪你, 弟兄姐妹, 不是他得罪其他的姐妹, 然后你去给伯去跟他讲, 不是他得罪你, 你去跟他settle, 第一个个人恩怨先搞清楚, 第二, 单独见面, 不要去抢通改, 不要放Facebook, 不要放IG, 不要给全世界人知道他很坏, 怎么样, 单独跟他见面, 第三, 纠正他, 因为他得罪你吗, 我很受伤, 你悔改啦, 流着眼泪跟他一起, 如果他愿意听的话, 哈利路亚, 感谢赞美主, 你得罪你的弟兄, 如果他不听, 走第二步, 他不听, 就带两个人去, 凭着两三个人的口, 做见证, 句句可以定准, 你去看新一本, 如果他不肯听, 就带一两个人去, 好死一切的话, 凭两三个证人的口, 可以确定, 表示说, 那两个人过去, 他可以讲话的吗, 第二次你再跟他谈, 你不甘愿吗, 他第一次他不听吗, 你爱他, 你不要给他跌倒, 你就再找他, 不过第二次去, 你找了几个人去, 两个人去做见证, 见证什么, 见证你讲的话, 跟他讲的话是没有错的, 所以那几个人过去, 不是一起去打架, 你知道吗, 那几个人去是见证, 你们两个人讲的话, 好来, 再去劝他, 带一两个人去, 目的是要做证啊, 为什么要做证, 因为他又不听我, 他又不听, 那怎么办呢, 第三步, 他讲如果不听, 他就告诉教会, 我们看新一本, 他再不听, 就告诉教会, 如果连教会他也不听呢, 就把他当作外邦人跟税吏了, 教外人跟税吏, 第三步呢, 你要告诉教会, 告诉教会是做什么, 要把他踢出教会, 对不对, 他拒绝吗, 告诉教会, 教会就找他, 把他看成是罪人, 把他当成是教外人跟税吏, 弟兄姐妹, 教外人跟税吏哦, 在耶稣的眼中, 耶稣看到税吏来的时候, 耶稣讲什么, 滚, 是不是, 耶稣怜悯他, 耶稣原谅他, 耶稣赦免他的罪, 这是耶稣做的吗, 这一个羊才很重要嘛, 耶稣才去适羊那边找羊回来, 99只放着去找那一只, 结果那一只找回来, 你就把他踢掉, 这个碎羊落乱跑, 赶他走, 这样耶稣就拿了个石头给你了, 来, 跳海, 人只来是要拯救世上的人, 最终的目的是要救他, 不是要把他赶走, 如果是这样的话, 耶稣讲, 这怎么办, 你讲说, 主啊, 他又不听哦, 这样怎么办, 耶稣讲, 好了, 这样的话, 我明白你的心, 我给你全病好不好, 我告诉你, 地上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, 地上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, 给你去绑, 绑什么, 绑他后面那一只鬼, 因为他犯罪是鬼造成的嘛, 对不对, 鬼让他心硬嘛, 耶稣讲, 我给你全病, 这个全病他就做什么, 不是去绑那个人, 去绑他背后那个保罗也讲嘛, 我们的征战不是血气的征战, 是属灵的征战嘛, 如果是这样的话, 耶稣就讲咯, 他的全病是可以赶勿鬼, 而且到最后的时候, 耶稣升天之前, 耶稣说什么, 天上地下的全病都给了我, 这个全病拿来做什么, 这个全病不是给你宣告你的财富自由, 这个全病不是给你宣告我的病得医治, 这个全病是给你去绑那个鬼的, 结果信徒不拿去绑鬼, 整天去宣告自由, 宣告那个钱多多, 所以弟兄姐妹, 教会有基督赐给我们的全病, 这个全病呢, 弟兄姐妹, 是要释放跟捆绑, 你有释放跟捆绑, 你就有教会的全病, 你有教会的全病的时候呢, 鬼都要怕你, 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你, 你的全病是胜过阴间, 鬼拿你没有办法, 如果是这样的话, 你的祷告不是愿你的国降临,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, 如同行在天上吗, 你是为了释放跟捆绑, 父一定听你的祷告, 所以耶稣就讲了, 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, 天父一定听你的祷告, 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同心合意祷告, 天上的父必为你成全, 结果这一节就被他剪出来, 然后全部去求什么呢, 求财富, 求健康, 求自由, 就是这样子咯, 这一段话是求什么, 上帝跟你讲那个人犯罪, 你要挽回他, 你就跟他讲说, 主啊, 给我发达好吗, 如果你是上帝的话, 你怎么样, 就一巴打下去, 给那个石头叫他跳海, 天父必成全, 因为你捆绑必有用, 所以教外人跟税吏可以得释放, 如果是这样耶稣讲, 如果你还不能够的话, 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, 哪里就有在中间, 结果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会, 就是求财富, 错哦, 开那个祷告会是做什么, 开祷告会是因为那个弟兄犯罪, 挽回他, 大家开祷告会爱他, 这个才是你要做的, 所以弟兄姐妹耶稣讲,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, 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, 到世界末了都有用, 所以明白吗, 弟兄姐妹, 你明白去使用的时候, 天国就不远了, 建立天国, 第一, 回转谦卑, 服事落小, 耶稣在最底层, 拜托你自己跑到下面去看他, 不要以为耶稣在高高在上, 你讲我要越来越高, 不是, 谦卑, 第二, 不要绊倒人, 不要轻看人, 上帝的使者知道, 你不要以为上帝不懂, 第三, 寻找迷洋, 挽回罪人是你要做的, 第四, 弟兄姐妹, 同心同行, 我们要建立教会怎么样, 去捆绑那只鬼, 去释放那个灵魂, 这个叫做传福音吗, 我们不是今天在那边一直宣告, 用错了, 拿错的东西去做错的事情, 拿一个锄头去浇花, 不可能的吗, 上帝给你的这个东西, 已经跟你讲怎么用, 结果就不要, 硬要把它用成别的东西, 传福音难吗, 很难吗, 我不会, 这样你就祷告咯, 祷告可以吗, 祷告可以, 祷告什么, 捆绑那只鬼咯, 他不能信就绑他后面那只鬼了, 给他后面那只鬼死了, 然后就释放他了, 全病都给你, 上帝的天上, 地下全部都给了你, 拜托弟兄姐妹, 建立天国,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, 就是要劳恕他, 我们来祷告, 主我们真的是求你怜悯我们, 因为我们很喜欢只看自己要的, 却忘记了你给我们的到底是什么, 主啊,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高高在上, 就能够荣耀你的名, 可是主啊, 我们知道你才是那个至高至胜的上帝, 我们何德何能, 能够攀上这个高位, 若不是你的恩典, 主啊, 我们今天还是在罪中打滚, 但是耶稣基督他为了我们的缘故, 赦免我们的罪, 叫我们今天可以在主的面前, 重新一次可以进到这个国度里面, 主啊, 但愿我们能够学耶稣那样, 谦卑自己服侍落小的, 主啊, 让我们也能够不要马虎自己的服侍, 而是认真地去服侍每一个落小的弟兄姐妹, 我们感谢你, 我们把这段经文所学到的功课完全地交托, 求圣灵感动吹逼我们, 让我们可以活在我们的生命中, 我们感恩奉耶稣的名祷告, Amen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